各位,這張照片 就反映了一個傳說之中的美國夢 一直以來有一個傳說 就說,在美國只要你努力工作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好像現在照片上見到的 有一間屋子,有老婆、子女 可以蓋一個優柔、自在的婦孕生活 這個美國夢在最近一次調查中證明 不行了,原因是來自華爾街日報和NORC的調查 就說,現在相信美國夢一直在減少 只有36%回答這個問卷的人 認為只要你努力工作 你就可以改變你的生活 可以向此走 這個就比起2012年那時的53% 去到2016年那時就是48% 現在我們去到2023年,跌到只有36% 換句話說,美國夢這件事 越來越現實了 大家看到,原來是不行的 在最近的調查中 45%的人就說美國夢曾經是真的 但現在不行了 而18%的人說,這個從來都是假的 從來沒真過 比起2012年那時,由84% 跳到最近那裏,18%更加多人相信 這個美國夢從來都不是真的 這是神話來的 這個可以說,顯示到現在 對於美國的前景 美國人是看淡的 因為如果前景好的話 大家努力就可以改變生活 現在發覺很多人在現實上發現 你努力工作都不可以改變自己悲哀的生活 原因很簡單 我們看到低下層的人 可能工作兩份 Full Time 兩份工作 都仍然不能夠養活一家人 這些事是有很多地方出現 也有些人打整份工作 還有一些譬如是程式園難之旅 竟然是無家可歸 要躺在自己的車上 這些例子到處都是 我們知道 在美國的無家可歸者的問題 是非常嚴重的 剛剛過了APEX峰會 三環市那邊 就將無家可歸者 在那個峰會附近的人全部清走了 我現在不知道那些人回到尾了 稍後會給大家看看 經過了這個峰會之後 無家可歸者如何呢 那麼一樣 啊